那麼王璋二會我們今天看到 好像會具體的去談一些 包括了服貿協議 貨貿協議 爭端解決機制 兩岸兩會互設辦事機構 還有陸客中轉 區域經濟很多這個等等的主題 好像都會具體的談 雖然王玉琦說 並不會在會後 簽署一些協議或者聲明 但是很多民皆都開始質疑了 這樣會不會違反到 學運之後 當時政府所承諾民眾說 我們要先立法後審查 這個大原則 其實當初為什麼會先立法後 審查一個原則 當然是為了希望能夠學運 去和平落幕 一方面是要呼應一些民眾的話 對於兩岸關係 進展太快一些質疑 可是是不是這樣的會談 就違反那個協議 可能不是我說了算 也不是任何人說了算 其實大家要思考的一點就是說 我們需不需要因為 因為沒有簽署任何協議 我們需不需要因為 就是那場學運事件的話 讓整個兩岸關係的進程 全部中斷掉 其實連這樣的會談 都不行舉行 因為我們其實也看到 過去這段時間的話 其實有些業者是擔心的 比如說我們最近看到是 一些航空業者 或者旅遊業者的話 他們希望說 包括是增加航點 增加航班 或者是陸客來台 自由行的程序更多 這個的話 不要受限於這個規定 所以對這個事件的話 其實有很多不同的聲音 社會不是只有一種聲音 所以到底是不是違反這個協議 沒有一個標準說了算 也沒有一個法律說 你這個就是違反協議 但這個就像你講的 可能會各自解讀 在後續發酵 那我會不會有一個法律說 那我不會有一個法律說 我可以不贏的嗎 那我會不會有一個法律說 好